各位,10号巨峰信号生效,预料会维持几个小时 强台风山竹集结在香港东南偏南大约150公里 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 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 天文台说,山竹继续稳定地移向广东西部沿岸 进一步逼近香港,对本港构成相当大的威胁 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 山竹会在中午前后最接近G三角一带 在香港以南大约100公里略过 本港将由吹东北风,逐渐转为吹东风 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 市民需要保持高度警觉 记者陈坤杰现在在西环,你那边的风势是怎样? 是的,随着天文台改发10号讯号 刚刚这个时间已经可以用横风横雨来形容 说回我现在身处的位置就是在西环的岸边 也是香港市民一般会出到这个位置 近距离去感受台风的热点 我们看看外面的情况 看到海面上已经涌了很多白头浪 而有时大浪的时候就会拍打到岸边 那些市民都很乖 懂得去到对面的马路 找个有眼的遮头去感受这次风力 不过刚才也跟两个西环的街坊聊过 他们就私私言走过 我就问他是否来看浪 他说是的 不过他的表情有点失望 我说好像都是差不多 但是即使他们觉得是差不多 但是都要提高警惕 因为天文台预测了 晚一点的时间 这个水位会进一步上升 所以呼吁市民都要远离岸边 留在安全的位置好些 我在这里会继续看着风暴的情况 交给你先 好啊 澳门正是悬挂9号风球 气象局说 早上11点将改发10号风球 澳门气象局预料 山竹中午最接近澳门 大约在100公里内略过 预测风力将会显著增强 并有频密大骤雨 受山竹引起的风暴潮影响 帝华地区中午开始 会出现2至2.5米严重水浸 而且持续时间较长 教育器青年局说 中、小、幼、童、特殊教育 全日停止所有教育活动 这次风暴消息报导员 我们会随时为大家 跟进风暴的最新情况 请记得翻唱及保险